Hello大家好 想到春天,我脑海中浮现的画面总是轻飘飘明亮亮的 万物把攒了一冬天的活力都迸发出来,使劲儿漂亮 植树节里种下的那些小树苗也是如此 咱们三月子弹笔记就来画一画树,超级简单的那种 开始前,先翻翻看二月的 二月是打着极简旗号的互动主题 有同学说自己差点添窗,但因为如此轻松就继续一起画了 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我把打卡的板块放在了周计划两侧 大大减少了忘记打卡的情况 或许以后还会再试试这样的拍板 好的,来到三月 左边久违地写了个quote 和树相关,自然地想到了这句 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 好像出自一位非洲女作家的书 英文版里最好的时间不是十年前,而是二十年前 而出处居然有人说是中国谚语 我怎么好像没听说过这么的中国谚语呢 不禁想起,据说荷兰豆在英文里叫中国豆 这支笔是派通的秀丽笔,好像就是派通Touch 好写,染染绿色也很好看 但它不咋防水 我这样汉手有时会蹭花 供大家参考 我做过两次很有春天气息的子弹笔记setup 20年4月的花草,还有21年3月的放风筝主题 这次也想来个类似的,图形简单,整体又很有活力的感觉 最终确定的画法是受到了这幅作品的启发 我选择绿色为主色调,搭配粉、桃、蓝、紫色 两个色块重叠的部分涂成第三种颜色 比如蓝绿重叠处,可以画成紫色或其他颜色 只要和蓝绿区分开就好 这些缤纷色块是树冠 细细的线条画出树干树枝,就是超简单的小树了 不过我画的时候,发现在采迁色块上使用勾线笔 可能会让笔头堵塞 下水偏细的笔,好像还更容易堵一些 另外就是采迁色块上的笔记更容易被蹭花 如果你担心的话,我有两个小解决方案 一是画树冠不用采迁,该用水彩笔 二是画树干树枝不用勾线笔,该用采迁 建议先在草稿本上试试看你更喜欢哪种效果 为了让画面有点向上延伸的热闹劲 我在小树上方还画了些没有实际意义的小色块 你也可以把它们画成采匀 标题下方几个小日历,封面完成,来到月计划 这次写的字都挺小的,只有月计划写了比较大的标题 而且又是超简单简笔画码 我就不想整啥高级字体了,随便写写 brush lettering逐渐荒废 版式依旧是左侧阅历,右侧写频道发布内容计划表 用来计划在各平台更新点啥 我现在很喜欢把阅历放在左边 因为本子中缝刚好能把工作日和周末分隔开,十分合理 标题下面的绿色长条用来打底 白色高光笔在上面写星期 这里又有小心得要分享 水笔笔记还没干的时候 不要着急在上面用高光笔 否则两种笔水会混在一起 白字就不那么显色了 所以我画好绿色底后 先去画月历格子,小数等等 最后再回来写字 另外高光笔刚写完可能看起来不够白 稍等晾干一点效果会好些 当然需要的话也可以描两遍 月计划也完成 这次的打卡页看似是普通的大表格版式 中间的横轴写31天的日期和星期 上面是心情和效率记录 下面写习惯打卡 但其实这里有个我自然挺可爱的设计 我打算用小数来记录心情和效率 具体来说 不同颜色的树冠记录当天的心情 开心是粉色,不开心是紫色 普通的心情最常见 所以用绿色 而效率则用树干树枝表示 效率越高,长得越高 月初设置时啥也没有 月末就会种出一排小树 是不是还挺可爱 习惯打卡就是普通的 每个要打卡的事项一行 哪天完成了就在底下画园 上方的板块挺多彩了 习惯打卡我就打算只用绿色 或是只用灰色 我还没想好 来到今天最后的一面 第一周的周计画 左边留给我的视频制作进度表 这个在上期视频 2021全年翻翻看中介绍了 右边就是普通周计画 我画了九宫格的版式 依旧没用尺子 而是参照纸上的点阵 徒手画直线 画线秘诀是心态要放平 稍微歪点也不怕 即便歪的过分 还可以用磨砂橡皮蹭脚重来嘛 周围分别是一周七天每天一块 以及note 中间的一块用来画画 这周我画了小小的小树 头顶蓝天 天空的部分有点渐变的感觉 为了让颜色更柔和 我还用棉签擦了一遍 接下来几周的周计画 我会另外做一期视频展示 到时也会炫耀炫耀大家的反图 记得来看 如果你也从我的视频中 获得些许灵感 用到了自己的手掌中 非常欢迎反图给我 po图记得at我 私信反图也欢迎 那本期简单 缤纷有活力的setup 就全部完成了 喜欢别忘了那啥 感谢观看 欢迎留言交流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 咱们下次见 咱们下次见